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者不拘其一也 或之抗力若超诸物 为在才德之和方可取之 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漂亮 有的人丑陋 有的人英俊 有的人猥琐 但丑和美 都是共同于世生存的 动物也同样如此 那么 我们以什么为标准 来区分美和丑呢 真正的说 仅从外观的角度来说 往往有许多地方 人是不如动物的 动物有许多剩余人的地方 比如 有的动物 有五彩缤纷的皮毛 绚丽的颜色 变幻无穷 动物 还有各种特殊的功能 鱼可以在水中游 潜底觅食 而飞鸟 可以在空中 任运翱翔 无所不能等等 但人既不能潜水觅食 也无法飞在空中 从功能和美丽两个方面 人都好些地方 不及其他动物 我们人 要真正做到 美于诸物 超于他们的 唯一的就是 我们的才华和道德 两者方面 合合起来 就是最美 这是心灵 和物质之共和之美 是任何动物 所不能相比的 如果 不做到这一点 人就比动物还不如 因此 才华道德的修养 视制为重要的 视为美上之精要